基隆妙空美食多 白天到夜晚都是人潮不斷 在惦记工前 这间羊肉摊 每天中午就飘散着羊肉香 有超大盘的炒羊肉 羊肉会面几乎都要满出来 他们家的羊肉羹汤 肉大块汤浓郁 老板廖新人 更独家研发出了羊肉卤肉饭 秘制卤汁再配上手工切的羊肉丁 已卖长虹30年 16岁当学徒 已经70岁的廖新人 自己爱吃羊肉 所以研究卖起了羊肉料理 把羊肉处理到没有腥味 生意好到每天都是大排长龙 来 吃芋肉这么多来 芋肉滑肉饭 谢谢 羊肉卤肉饭 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听说 有哪个地方有人在卖 不是说别的师傅不会做 台湾的厉害的师傅很多 只是说大家不想要去花时间 花精神 去研究这个价位太低的 利润太薄的东西 炙热的中午时分 白天的基隆庙口 一点也不休夜晚 在奠基工前的三十年羊肉老店 香喷喷沙茶炒羊肉 滑溜顺口的羊肉羹 还有一大盘几乎要满出来的羊肉炒面 个人是耐着高温也要来吃 最经典必典的是这碗号称全台唯一的羊肉卤肉饭 是老板廖新人独家研发 浓郁的卤汁渗入白饭里 大块的羊肉丁软嫩香 廖新人靠这一位在基隆庙口打响恩号 吃起来没有羊沙味 这个清汤 我们今天夏天吃这个屋 味太熟 人家开花久了 羊肉的新鲜也没有味道 肉质是比较 很嫩 一个月来吃五六四吧 这么多了 为什么我喜欢他们这样 因为我觉得它的汤口蛮好喝的 然后羊肉也蛮好吃的 就是不会有腥味 就是蛮切得饱饱的 蛮好吃的 对 很有嚼劲 我吃那么多到处吃羊肉 从来没有吃过那个羊肉的卤肉饭 基本你要想办法去克服那个腥味 然后要把那个腥味 又要把它转换成另外一种香味 它猜多大 它猜多这么大 因为羊肉你煮了以后它会收 料新人用三十多年的老卤汁当基底 加入沙茶酱 油葱酥 酱油 再用大火煮滚后 放进用手工切制的羊肉丁 来来回回要分三个阶段 至少要四小时的熬煮 食属费工费食 料要分开 不能说全部都一起 不像猪肉一样 猪肉就是全部都下去 你只会滚 还不用狗 可以看一场电影回来 回来就好了 我们做得不行 吃久的 常来吃的客人 你一点点操作 他马上就可以感觉到 三十八年次的料新人 散散也已年过七十了 但熬着汤 炒起菜来 仍然手脚俐落 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 为这经过岁月历练的卤汁 闻出的除了是香醇更多了一份坚持 你这三十年来都没变过 都没有变过 这个是不会变 不能变的 因为东西是这样子 你只有进步 只有可以要求进步 不能偷工甜料 来庙口一定吃到 很合我的胃口 所以它羊肉的味道是很OK的 很OK 刚开始看到它是羊肉卤肉饭的时候 我会觉得它应该稍微很重 但吃起来觉得不会 就是它卤汁胃有盖过 有盖过去 外面很少吧 外面好像没有羊肉卤肉饭 只有这边有 对啊 目前我在基隆我知道是这家 所以因为我是在地基隆人 对啊 吃吃几年了 基隆在地人鸡推 一吃都是好几年 游客们来庙口 也是会来上一碗的小吃 老店招牌清一色是羊肉系列 料新人对羊肉品质的要求 自然是很高 我的肉不是用一般的羊肉 我的肉都是用最顶级的肉 没有筋 没有龟肉 龟肉会比例原始 百分之八比二 八是瘦 二是龟肉 这些是总共有将近 差不多二十种的香料在里面 让你每一片也 每一个肉片 每一片的肉片 都会都有吃到 吃到这一些酱料 炒羊肉软嫩的关键 除了羊肉经过秘方腌制 这火候的掌握也十分重要 一份一份炒 一份一份炒 现点现炒不管是炒羊肉 盖饭 碗面都是满满一大盘真材实料 料新人把羊肉小吃 会花许多不同的吃法 每一种都是他用心要给客人最好的 慢慢给它搅动 到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淡花糊在上面 很漂亮 羊肉一片要煮几锅 这不一定 因为我们在这边随时都可以煮 不够的话没有了 我们随时都可以再煮 我的清汤就只有加姜丝 我的肉片都是整片的 我的羊汤也没有果粉 也没有果姜 就是肉片就给你 整片就清清楚楚地在你的面前 羊肉汤头有两种 细火熬根汤 炉前煮清汤 肉片则是现点现烫 料新人做生意不怕客人吃 即使用料成本高 总只是绝不偷工减料 而身为羊肉店老板 他对这一味当然是吃不腻 一个月三十天 休息不要算 我几乎差不多超过二十天 都就是吃这个 不要说我在摊子吃吃羊肉 我到外面就吃东西 如果这个店家有卖羊肉 卖牛肉 卖猪肉 我还是吃羊肉 秉哲爱吃羊肉的热忱 长熟三十年 其实料新人在十六岁 就在庙口走跳 当时是在自助餐店做学徒 对做料理是相当有兴趣 装个碗 洗个碗 这边装饭 装滷肉饭 装滷肉饭 工夫很好 就是那个时候练的 七十年到八十年这一段期间 那时候台湾经济起飞 台湾经济很好的时候 基隆庙口这边 刚好没有人卖羊肉 那个时候没有人卖羊肉 我就想说好 那我就来卖羊肉 以前基隆港正发达的时候 出口正多的时候 基隆港的码头工人 光码头工人就有上千个 都会来这边吗 对 那些工人 他要去上班的时候 一定要先来基隆庙口吃饭 吃饭才会开台湾做 料新人姻缘机会 顶下庙前这个摊位 为了让客人夾仇饭 又可以兼顾自己喜爱 他决定要卖的就是羊肉料理 而这一碗羊肉滷肉饭 也在脑海里慢慢产生了老土 我的羊肉要怎么做 我在研究那个口味的时候 我也会试做嘛 我的儿子 那个小儿子 那个时候才小啊 他在吃羊肉 他就把那个炒羊肉那个汤 拿来拌饭给它丟饭 他就吃 吃得津津油味好好吃 我就给他吃看看 真的味道不错 我就突然想说 我就干脆我来做羊肉的滷肉饭 自己有兴趣 他也想说要既然要改賣 那个时候真的全土充满希望 充满光明 所以你是很有充敬 对 很有充敬 因为那个时候也才四十岁而已 整整研究了两个月 调配出特制的中药秘方 去除多余腥味 又吃得到羊肉的清甜可口 要新人对自己的羊肉信心满满 但在开业初期 也非一帆风顺 有吃过的人 大家也都很称赞 说你这个会有前途 但是没有吃过的人 他不敢吃 常常有一群朋友来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其中有一个不吃羊肉的 整群就走了 那个时候真的 很伤心 那个时候真的见那个场面 因为你刚开始 刚开始卖一样东西 人家没有尝试过 很多人没有尝试过 他不敢 根本就不敢 不敢想要去吃 做生意的 最怕是客人连机会都不给 良心人也曾灰心过 但是一个转念 仍然是要坚持下去 后来我决定说 把这个味道定下来以后 开始营业 我自己一个人 那时候没有请人 我跟我小儿子两个人 从早上十点到定到晚上 两点才休息 真的那个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是生意真的不好 那生意不好怎么办 既然做了 你也不能说 这样就收起来 那边比较高的人 尤其是有受到客人的鼓励 主要是我自己 有感觉到 吃过的客人会回来 你今天吃过你 过几天你会回来 今天来吃的客人 他之前有吃过 又回来吃 我就觉得说 我这样我可以了 回留客不断 料心人渐渐做出口碑 这一做就是三十年 头发白了 腰也弯了 不便的是 照上的如火 永远为逃客而起 大家我们这么多 要这么多吗 我们这么多来 为老店打下了基础 现在虽然传承给儿子媳妇 料心人一样 每天会到摊子前走走 体力活丝毫不输年轻人 坚持三十年的羊肉胃 就是不能走胃 我在做的每一个步骤 我的下一代 他们都会 我也跟他们讲说 你们不能变 但是我也有跟他们说 我说 你如果比我更厉害 你改不错 你如果没有比我更厉害 你不能改嘛 你要怎么改 你就说 对我这样做 叫我这样做 好 谢谢 来 油脂肉 肉脂肉 油脂肉这么多 我为什么会喜欢在这边 我就可以跟客人聊天 客人都跟我变成 麻吉的好朋友 以前妈妈妈带她来吃羊肉的小朋友 现在带她的猴子女儿来吃羊肉 好期待 对对对 那个小孩子也是阿公 阿公这样一直叫 我觉得很落心 年过七十还保有的热心 让一锅滷汁持续飘香 传统和创新 藏在一面之间 久能有火花 如同一碗羊肉卤肉饭 一历基隆庙口三十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